新冠肺炎疫情发现至今,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是武汉市内唯一仍在开放的领馆。 2月13日,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总领事贵永华接受中兴社专访时介绍, 现在约有40位法国公民未离开湖北,领馆内共有4名法国籍工作人员主动留守, 表明法国同武汉和中国患难与共的决心。 首先是因为我们是在武汉开个第一个领事馆,我们是九倍元开个第一个领事馆, 所以我们和武汉和武汉的人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, 然后我们有一个子人,有一个很大的子人就是还是来照顾留下来的法国人, 这是非常重要的,然后我们没有管领事馆是因为我们要和我们武汉的朋友一起同走,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管我们的领事馆。 1998年,贵永华被法国外交部派往武汉担任副领事, 见证了领馆的诞生。 之后,他在多年时间里多次往返法中两国,还曾在法国驻华大使馆任职。 2017年9月1日,贵永华就任第六任法国驻武汉总领事。 武汉一经封城,领馆工作人员便为法国公民建立了微信群。 2月初至今,除了日常服务外,他们每日轮班在群内解惑答疑。 贵永华强调,在武汉,大家都是一家人,都要克服共同的困难。 我们六岁来的原因也是在这里,就是表示相信武汉的未来,武汉就是有未来。 当前,法国政府已向有20年合作关系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,捐赠了口罩和防护服等医疗物资。 法国的多所高校都与这间医院学术交流频繁,双方在肿瘤方面研究成果丰厚。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武汉人和法国人是共同一个加薪嘛,因为要克服这么多的困难嘛,我们都要团结起来,都是一家人。 自1992年,法国汽车品牌雪铁龙在厄合资成立神龙汽车公司以来,武汉与法国之间连结日益密切,多位法国领导人到访过武汉。 法国波尔多市、爱松省与武汉互结友好城市,目前武汉是法国在华投资最多的城市之一,有500家法资企业落职于此,越来越多的法国居民在这里常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